Hello 大家好 这是爱因子宣诗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初中不学但高中用的数学系列 那么这个部分在高中数学学到的时候 其实物理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需要前期通过宣诗的关爱给大家重点去讲一讲 那么三角函数核心在物理层面我们用到的未来 其实就是我们所定的这三个常见的三角函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弦 那么这个我们之前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对于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我们对应着有ABC三条边 那么这个角θ它的sine值就应该是ABC 它的cos值就应该是BBC 它的正切值tanentθ就应该是ABB 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 但是注意到了高中物理 我们这个角度它不一定是一个瑞角 它有可能是在0到180度之间 这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这个角就要符合高中的定义 那怎么定义呢 注意在这样的一个作表系当中 我们一般角度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角度是这样来定义的 首先呢我们先确定一个一条边 xo上这样一条边 那么这个角度呢 它到底是多少度取其另外一条边的位置 比如在这儿 那它就是个瑞角 但如果另外一条边在这儿 那这个角它就是一个顿角 那是不是有的意思吧 就是我们那个角度啊 都是从xo这一条边开始看 那么整个它是可以分为瑞角 以及我们所定义的顿角的 O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三角函数呢 你会发现这样的角度如果超过了这个90度的话 它的整个这个三角函数定义啊 就会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取一个单位圆啊 注意啊 因为呢我们取一个长度为1的圆啊 因为角度呢跟这条边长度没有关系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单位圆 哎 这个圆 咱就说画的不是很标准啊 咱们重新画一下 好 哎 好 哎 哎 你看哎 标准 哎 nice啊 好 那么注意这个单位圆当中呢 我们已经确定了第一条边 对不对 啊 已经确定了第一条边 OK 那么第二条边的位置在哪呢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第二条边 假如说在这儿啊 假如说在这儿 OK 那么这个角的三条函数怎么办呢 哎 我们就可以通过 它的所用的坐标值来搞定 比如说你看这一点坐标 对吧 啊 那它坐标是x和y啊 那么根据sin值定义的话呢 所以它的sin值就是y比上什么呢 当然是比上这条边 对吧 那这条边它是个单位圆 所以就是比上1啊 就是y比1 那么余弦值呢 啊 余弦值的话是不是就是这条边 x比上1啊 单位圆啊 为什么取单位圆 因为单位圆来讲的话 它这个所用的这个斜边啊 它是不是都是1啊 就比较简单啊 那么正切值呢 就应该是y比x 啊 那就是在我们所用的坐标系当中 通过单位圆对三条函数定义啊 那这个值的话 这个角度啊 它是可以啊 大于90的啊 也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你大于90 假设我取这个位置 假设我现在 哎 取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角度明显是不是大于90的啊 对吧 那么它所对应的三条函数值 就同样可以通过一样的方法来表示 哎 我只需要把它坐标 表出来啊 能理解吧 把y带到这里面去 就是它的sin值啊 OK啊 所以你会发现 哎 打算说它在这个90到180之间 那么它的sin值其实也是正的 但是它的余弦值 这个x是不是就是一个负值了 对不对啊 这个余弦值在此时就是这个负值了啊 那么正切值的话 y带x就也变成一个负值了 OK 这就是我们高中啊 它所定义的三角函数定义啊 那我们还是呢 需要熟练的知道啊 各个角的三角函数啊 在高中物理会用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常常啊 能够比较熟悉的几个三角函数值呢 其实30对吧 这个4560对吧 以及部分90度对不对 那我们来一个个来看啊 第一个sin30度是多少呢 啊 我们取一个单位元 如果sin30是不是在这儿啊 单位元啊 这个长度是1啊 那sin30 这是不是就是二分之一啊 这里是二分之二分之二分之三 对吧 这个可以通过倍的 啊 胶� россий leveling 30呢 就应该是 根号三分之一 就是三分之二分之二分之三 对吧 好 那么sin45度呢 如果角度说 45度呢 sin就是二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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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nytter sine就是二分之更好三 余弦就是二分之一 正确的话就是更好三 OK好吧 那么经过我们刚刚的定义 你会发现 其实30度和多少度是一样的呢 在正前上 你看如果我现在取一个 这里是30 那么它的实际角度呢 其实多少 我们都说从这条边开始算 对不对 从这边开始算 它实际角度的话 其实这么多 比如150度 其实和30度是一样的三一值 所以这里是不是也是二分之一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余弦值就会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余弦的话 这个x它是不是一个负值 然后这个x是不是一个正值 所以余弦值就是相反的 所以就是负的二分之更好三 对吧 那正切值呢 当然也是负的三分之更好三 负的三分之更好三 那么当然正切呢 这么大角度 我们就一般不怎么用了 OK 好 那么再比如说看 那我们同理 那45度和135度 看而知 一个45和因为135 是不是就是左右对称的 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刚刚的 30和150是类似的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把45的这个拿过来 三一值是一样的 但是余弦值是负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正切值也是负的 就是负一值 就是负一 能理解吧 好 那么同理60和120 是不是也是满足正前值相等 余弦值相反 正切值也相反 是不是这个意思 能理解释吗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一个比较特殊的 比如零度 大家想想 如果零度的话 那三一值呢 那个y是不是就是零 但余弦值呢 那个x是不是就是一 对不对 一个单位元 你看 对吧 如果当它是零度的时候 这条边 零度的时候 那y肯定是零啊 那y肯定是零啊 对吧 但是x呢 x就是你这个单位元长度了 就变成一了 对不对 ok 那么它的正切值呢 正切值的话 这个时候 就是零 除以 这个1 那其实就是零 正切值就是零 能理吧 ok啊 好了 那么零度和180度 什么关系呢 零度和180度 是不是也是满足 我们刚刚的相当于 30和50啊 所以零和180 就跟刚刚关系类似 三一值呢 仍然是零一样的啊 余弦值能变成 负1这个位置 又变成零 零的负值也是零嘛 所以你发现 唯一其实啊 我们3045 60我们知道了 那么常见的这个 120 135 150 咱们就知道了 那么其他几个呢 其实并不常见啊 我们只需要能够 在这个单元当中 找出它就开了 那么来看一个 特殊的90度啊 这个了解就行了啊 90度的三一值呢 90度三一值就是1呗 对不对 当你是90度的时候 那你的Y 不就是这个单元的长度吗 那不就是1吗 对不对啊 三一值的话是Y 比1 对不对 ok 好那么余弦值呢 余弦值 X是0啊 对吧 那它的正切值呢 注意正切值是 Y比X 对不对 这个Y是1 X是0 那01这个位置的话 1除0怎么样 它是无穷大的 那怎么样 它不存在的啊 所以它正切值其实不存在的 这一点的话 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啊 除以0这件事情 可是不存在的 能力对我小伙伴们 ok 所以这里不存在 它的正切值 好了 那么这就是三角函数啊 在高中啊 这个定义 它可以突破90度 并且的话 可以进行这个相加等于180的话 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应 三一值相同 与三一值相反 正切值相反 这样一个式子啊 090 180的话 我们用的是极少的啊 像这个三一九十 有可能会用到啊 那么其他的 其实用的就比较少 好吧 小伙伴们 ok 好了 那么第一个三角函数突然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啊 小伙伴们 咱们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